新年一年每个人都会有新愿望 有些人希望可以获得一台新手机 而有些人希望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旅行 而有些朋友的新年愿望 就是简单如回家 不想要回去然后变成他们的负担 然后我就在让他们担心 Goshin全员出动是由三位Velocity Mall为你呈现 我的新年愿望 但等一下这一切的开始要丢回去12月15号 三位Velocity和Goshin合作 在购物广场里的一个许愿活动 让民众留下他们的新年愿望 我们也收获了超过500个民众的投稿 所以大纸上就这样子 那现在就交给你们来筛选之前的写愿望 OK 加油大家 在筛选愿望之前 我们先来感谢下我们的干爹三位Velocity Mall 三位Velocity你一走进来里面就有满满的龙年的氛围感 首先先看到的就是上面这五条龙的设计 据说每一条龙都有40公尺这么长 有五只代表着五福灵门 还有还有在三位Velocity Mall 还有很多新年饭满满的打卡点 就包括这个天庭天宫的装饰 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超级漂亮的粉色浮气墙 还有这个是Broccoli最喜欢的部分 那就是留给大家留言的许愿数 而经过了一番讨论 我们决定选了他的愿望 我今年的愿望是能和家人一起过年 他学毕业之后 我决定留在捷补坡找工作 但我只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 虽然我尽力推销产品 但目前的收入 只足够我刚好在捷补坡生活 我一直都告诉家人 我过得很好 不想让他们担心 我真的很想和他们一起过年 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 可以买新年的机票了 听了思佳的故事 我们决定帮助思佳 于是也联络了他 安排见面了解情况 思佳 思佳 是 好 其实我们 这边是看到你是说 你在K.O.工作的事吗 对 我们是 我们前家人是Sara 然后 然后 我们就是在西部这样子 那你现在来吉隆坡读书 你还有在现在在吉隆坡工作吗 在 我大概是在六 去年六月的时候 大学毕业 然后毕业了之后 我也是有投履历去给很多的工资 可是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啦 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份 休斯的工作 然后 不过那个也是在去年十月 我就离职了这样子 然后我目前是在一个餐厅工作 目前 我是靠着餐厅打工的那个收入这样子 是目前是可以cover我自己的生活费啊 然后 嗯 我还要跟我妹妹读书 然后 就 不够啦 就不够用啦 OK 可是我跟你说 就是你讲你 你这么辛苦了 你还要供你妹妹读书 一直以来都是 你有供你妹妹读书 然后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有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我家里是有五个人 然后 我有一个弟弟 然后我有一个妹妹 然后我妈咪是 sorry 没问题 妈妈来不过来 我妈咪是家庭主妇 然后 那 我爹地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经济支柱 这样子 然后 在我刚进大学的 那段时间的时候 然后他就 他就不小心 没关系 慢慢来 然后就是 在我刚进大学那段时间 他就是有遇到一场车祸这样子 然后 想到是很严重的啦 然后 是不能够工作的那种 对 然后 他就 要退休了 那 那段时间因为我刚刚上大学 所以我的大学学费基本上都是靠 我爸爸妈妈的那个 继续去还学费的 然后 那我又有一个弟弟 他他学习就不是很好 那 但是他也是有去学一些手艺啊这样子 然后有去 赚钱啊 但是都是 就是不多的那一种 那 因为我做工啊嘛 没有办法 一定是我去工妹妹读书 一开始其实整个情况都是OK的 只是 没有想到现在 就变成这样了 其实可能有没有想过可以跟你的家人坦白 坦白你的这个状况 或者是你有想过想要回家乡发展 现在这边比较难早吃的话 嗯 其实 不想让他们知道 而且 而且其实 有时候不想要回家过年 对不对 每一次过年大家就是想要一起 可是 可是生活 OK 可是现在 我又觉得那些机票全部很贵 然后我又不能够就是 去afford这些 那个吧 听完思佳的故事 就知道她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 于是决定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把她的家人带过来 给她一个surprise 可是这么不要 送她回去会比较方便一点不是 因为她报喜不报忧嘛 我觉得可能到最后啦 我觉得最想要跟 来帮助到 跟除到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不是说 她现在的不好 其实我自己本身私心的 也是希望说家人知道 知道她不是一件 她不是这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她自己想要报喜不报忧 但其实作为一个父母的话 她也真的想要整形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过得怎么样 然后就从而可以绑到她 这样子 爸爸想的果然不一样 对 我们就听爸爸讲了 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一个问题啦 我们要如何找她的家人 谢谢 那海老子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你现在有的只是她的照片吗 还是怎样 还有她 有有有 她的电话号码 她的IG 她的社交媒体 我们都有了 她在哪里做工这个可以找到吗 没有啦 我觉得就这样子 你看喔 如果像哥讲 你现在有他社交媒体 我觉得如果他是爱他家人的话 他一定会在社交媒体 maybe post 跟他家人有关 我们就从这样子的角度 或者从我们身上 看有没有mutual friend的角度 去找到这个人 如果跟他联系上 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找他家人咯 我觉得一来也靠谱 因为他们懂这个人 然后再透过这个人介绍我们过去 他也相信嘛 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们也很努力的 展开一连串的方式 联系私家的家人 在我不断努力的情况下 终于让我在FB找到了共同朋友 从共同朋友里 拿到了私家家人的联络方式 那接下来就交给大家 一起分工合作联系家人 哈啰 哈啰 请问你是私家的爸爸吗 我们是来自Goshen的 然后因为私家他有 这个算是在KL有一点小小的状况 然后再来的就是他有许了愿 然后我们Goshen刚好现在有一个企划 想要帮他实现愿望 然后 什么啊 听不清楚我们讲什么 听不清楚我们讲什么 那我们慢慢讲你听到吗 我现在有点不方便了 我的家有点受伤 哦 诶 诶 因为我之前有车祸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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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去有点不方便 哦 这样的话 诶 诶 我和brocli哦 刚刚有try call他爸爸 但是 他们有concern on他的爸爸教 比较不方便 所以他们拒绝了我们 所以他们拒绝了我们 真的不能留啊 真的不能留啊 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把爸妈一起带过去 但还是要谢谢你们 也因为家人的不愿意 所以我们决定 亲自飞到Sibu Sarawak 去见家人一面 表示诚意 希望私家的家人 可以一起来到吉隆坡 跟私家见面 在里面了 好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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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排公圈的 我是brocli 六位君 我是Kelly 我是Mac 你好 你上次call你的 叔叔 好嘞 好嘞 那这一次 蓝的4JM 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机票这边也没搞定 住宿那个 我们也没搞定 但是 还是要看 我们现在 好像不够一样的 我们去到天后 要招待我们 你要什么 我们不要去啦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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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哪 你们去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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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 最终有没有办法成功让思佳和家人见面呢 OK 现在我们就等着思佳啦 到底思佳在哪里呢 然后就等着啦 然后呢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很多 诶 咦 你好 你来啦 我都看到你 太小吃了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答应你说 要update一下进度吧 就是看可不可以完成你的愿望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们就约出来的话 就谈到比较仔细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 maybe可以先继续先 就下来 然后看思佛都在里面看来 嗨 思佳来了 嗨 思佳 嗨 思佳 嗨 嗨 嗨 思佳 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点 小鸣 不敢让他们的安心 我好吗 我不好 现在需要你的一个擁抱的意 快去这样 我身边的时候 我没来依靠 我好吗 我很好 我的逞强懦弱 希望没有被看到 我给我自己 一个拥抱 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要谢谢 你跟我学们 有信本哦 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 你来到中国 自己一个人这么辛苦 什么东西都自己一个人看 我都不说 我都不愿意 对啊 我把她拥抱 一下里有点点点 你把她拥抱 可以动工 点点点也是啊 OK啊 我愿意赚更多钱 帮我家里的啊 等一下 我也是准备来丑门 跟大学人家学学的 我都不愿意 是不是那么辛苦啊 你的一个拥抱 你不在 我身边的时候 我没了依靠 我好吗 我很好 你还好吗 哦对 我觉得我一个东西要跟大家讲 就是 我前一阵子有去省情那个 这样子的体操 然后我怕笑 呜 哇 谢谢 张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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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影片送给每一位离乡背景的游子 家人可以跟你分享快乐 更可以跟你分担忧愁 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给你支持和力量 不管你在哪里 家人永远都爱你 疼你 家人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大家好 我是Boris Wong 谢谢Goshen和Sunway Velocity Mall 能够完成我这个小小的心愿 能够让我在这个新年能够回到西部沙拉瓦 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一起过年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